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STEPPS和KC 因為最近家裡有裝修 現在做好了九成半 可以繼續拍攝 在裝修期間收到一盒貨物 一直都沒有空開 現在終於有時間和大家開箱 這盒是甚麼呢 等我開了之後再和大家講解一下 包得這麼穩固的快件速遞 開箱了 這就是一個叫做CASE的FILTER 這是英國品牌 最近因為看到Canon的相機 原來現在的功能 就是關機的時候 那塊門簾可以掉下來 用來遮住CMOS 讓它不要入塵 但是Nikon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在網上找一下有沒有些工具 可以去保護CMOS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入塵 在找的途中 就發現了這個CASE的品牌 它就是有出這些Clip-on的FILTER 當初就出給Sony的E-Mine 現在就出了幾個版本 就是給Nikon的Z-Mine來用 我就問它拿了幾個Sample 來試一下 這個CASE的Clip-on Filter 對於我們防塵 有沒有幫助 它還有幾款的 我先開開給大家看看 打開後看到有一個配件盒 對了 它有一個叫做迷你的泵 用來吸收濾 還有一些鏡頭布 還有一塊吉他皮 用來吸收濾 這盒是FILTER的正身 這次它寄了四塊的Sample 給我試 其中第一塊就是一塊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塊叫做保護女鏡 它的玻璃都好像幾薄 不過好像很脆弱 因為它沒有一個邊框 它是純粹一塊玻璃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HANDLE 我們安裝 應該不安裝 拆開後 最好用這個吸盤 小小的吸盤 這樣吸收 然後 第二塊 就是一塊Light Pollution 它叫做 輕微的光害濾鏡 叫做Natural Light Filter 它可以隔絕一些 小小的城市的光害 不知道它拍照的效果 又會是怎樣 又或者拍照夜景的偏色 會不會很嚴重 我們這個 遲些就會出去 和大家實測一下 究竟它的表現是怎樣 另外還有兩塊ND Filter 包括一塊ND1000 最常用的ND1000 而另一塊就是ND64 我現在這樣看 你會看到ND1000真的很嚴重 平時也用開 ND1000 不過平時我們用開 ND1000就是放在鏡頭前面 如果把ND1000 放在鏡頭後面 CMOS前面 會對畫質有甚麼影響 我們來到公園 首先我們要說回剛才的傻子 其實是讀錯名的 這塊Filter的牌子 其實是讀Case Filter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試一試 裝了那塊Case的Filter 是怎樣裝 效果是怎樣 拍出來的照片 畫質是怎樣 好 我們拿了一部Nikon 設定來示範 其實只需要 因為它的框位 剛剛放進去 就可以卡住了 只要 給少少力 塗下去 其實就已經裝了 那究竟易不易跌呢 最多人擔心的問題 我這樣跌 這樣搖 都沒有跌出來的 所以來說 都比較穩陣的了 因為現在的CMOS前面 就不是這麼多牌子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們用開 想要轉用CMOS前面 這個都是不身為一個好的選擇 好了 那之後裝上去 怎樣插出來呢 那因為呢 你吸了下去之後 你又扔不出來 你又很難剃到出來的 剃到的 但我們呢 都會用這支棍子 捉出來 這樣就比較方便一點 放回去 也可以 那也是啦 都是不跌出來的 這個都... 測試得 挺穩陣的 又真的不跌的 那好了 裝上去之後 解決了第一個大家的問題 容易掉出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它究竟會不會有偏式 甚至乎是對焦上 會走對焦位 甚至乎會影響到你的光學質素呢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去拍幾張相片 做一個示範先 好了 由於呢 因為這部機裝發玻璃了 它可能會影響到它的對焦 我們現在就裝一部機 試一試 看它的對焦範圍有沒有改變 我們現在就用了那支 NICON的35.8G去做這個測試 那現在我看到這個鏡頭呢 是對著無限遠的對焦 那然後我們拍照那裡呢 就會先拍一張來做示範 那拍完之後 待會就會裝上一塊Case的Field 去看一下 究竟它的對焦距離有沒有改變 好 那就是我們不要動到這個對焦 那試一下裝了這個上去先 好了 現在我們就用自動對焦去做一個測試了 那其實會見到 是會有輕微的分別的 好了 我們見到了 那就無限遠的時候 是會有輕微的動動的 那如果呢 你是會拍近東西的話呢 你的最近對焦距離呢 就會有不同的了 那就是這一點需要留意的 那就是這一點需要留意的 待會就會去試完 ND出來拍出來 拍出來的效果 究竟它的編色 明不明顯是否嚴重了 我們來到這個行人天橋那裡 就試一下 究竟裝了這個Case的Field 之後會有些什麼影響 那首先第一張的照片呢 現在就是什麼都還沒裝的 那之後我們首先第一塊試的呢 就是UV的Field 眨眼看整張照片 沒有編色的 那我們最緊要就是放大一點來看 看到它的邊緣的位置 那個成像幾乎是沒有下跌的 就算將兩張照片拼在一起看 都不是很見到有什麼分別 跟著呢 我們就試這個ND64 那裝了這個ND64之後呢 就將這個快門調慢了 光圈和ISO都保持不變的 那麼我們看到那些車的流動呢 都已經開始有少少模糊的了 因為呢 現在是2.5秒的曝光來的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那些成像 放大來看 哪位的成像呢 跟剛才比 都是非常接近的 不說都不知道 有落到filter 那接著呢 我們就試這個ND1000了 那ND1000呢 就這樣成張照片的畫面去看呢 就很明顯看到有少少偏紅的 那其實很多的ND類鏡呢 都會有少少偏紅的問題 那這一隻呢 我覺得不算太嚴重 輕輕的後期呢 就已經可以修正回 最重要呢 就是它的影像的成像呢 不要下跌的而已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邊緣的成像 也都是呢 跟剛才一樣 不見到有太大的分別 那這塊ND1000呢 基本上都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跟著我們就試了最後一塊了 就是這個natural light filter 我們跟剛才沒裝filter的相片 對比一下 很明顯呢 就看到那個畫面呢 是偏紅偏紫了少少的 但是呢 就不覺得它的曝光值呢 又下跌得很厲害 跟剛才什麼都沒裝的時候呢 都是差不多 那這一塊的filter呢 我覺得呢 可以呢 拍夜景的時候呢 就有少少調整那個白平衡 因為呢 拍夜景的時候呢 那些街燈啊 都會令到整張照片黃得很厲害 有時候呢 調整白平衡呢 未必做到一個非常之滿意的效果啦 那可以嘗試一下 加一塊 這一種的natural light filter 令到呢 畫面多了少少少紅紅 致致的感覺 令到相片更加討好 好 剛才我們就試完這四個filter了 那我們拍出來的質素呢 其實拍的相片呢 就不太大分別的 至於我自己最關心 本身拿到這個filter的時候呢 就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塊filter 放上去CMOS面前 會不會很容易脫呢 那剛才都試過啦 怎樣搖怎樣搖 都不會那麼容易脫的 那這樣東西可以更加放心 另外因為這一塊filter呢 其實都已經做到這麼小塊了 所以價錢來說 對比起傳統的前置式的filter 便便宜很多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方面 最常用呢 就相信這塊UV filter 你就會放在CMOS面前 就長放的了 那因為它其實都可以 可以保護到CMOS 就不會那麼容易入層啦 因為現在無反相機呢 就沒有了一塊 染在那裡了 那很多時候呢 都很多人就會容易入層啦 或者怕刺花的 那這一塊的保護性呢 也都十分之足夠 好了 今天我們就先說到這麼多了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因為它這盒東西 一盒四塊filter呢 都是這麼小的 放進去袋裡 其實都 那不是這麼厚位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麼多 下一集就會再做其他分享 喜歡我們的頻道 和影片的朋友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剛剛好啊